老板这些多少钱 一共1280 哎啊啊行行行啊好啊 我来吧 哎等一下老板再拿两条滑子好的 一共2080 行结吧 出过去了 哎小正啊我突然醒起来呀我还有点事你先回吧 老板 来把这些都退了吧 这不是你们刚买的吗怎么又要退啊 就是啊刚买的门还没出呢赶快给我退了 好吧 快点退完呗 退完了 退人了 远路返回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退下衣啊 兄弟 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 容貌再美美不过良性 才华再好好不过品德 人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是莫过于取得陌生人对你的信任 像你这样两面三刀的人注定做任何事情都不会长远 你永远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开心 你还有事吗 我总会有一缘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毕业 是啊 老板 怎么了 那就没错 我去收拾一下你的东西 为什么呀 老板 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你没有错 错的人是我 是我没有做好 老板 要是我哪里做 你先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喂 王总 行经理 你现在马上来一趟公司后门 哎呀 我不在 我在外面 他合作呢 我不管 如果你五分钟之内到不了 你以后就不用来了 宝贝 我呀一会儿就回来啊 等我等 老板 你为什么要给行经理打电话呀 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这样一来 他会开除我的 我这家里 有常年卧病在床的老母亲 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 全家人 都指望着我这一份公司生活呢 我要是没了这份工作 那该怎么办呀 等他来再说吧 好吧 王总 你这么着急 找我什么事呀 行经理 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叫志亚娜 在北京大学 环境工程系毕业呀 是啊 怎么了 你的妹妹 跟她同名同姓 同一所大学毕业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 王总 这世上 同名同姓的人 多得去了 这可能 是个凑巧吧 凑巧 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呢 赶紧给我老师交代 我说我说 我确实有个妹妹 她呀 在大学里被开除了 整天在家 有手好鞋的 我呀 怕她荒废下去 所以就待到我身边 锻炼锻炼 行经理 你这个后门 走得可真够高明的呀 你的妹妹 被大学开除了 就可以窃取 别人的劳动成果吗 你的妹妹 一点能力没有 却可以跟着你 吃香的喝辣的 坐在办公室 吹着空调 那她呢 王总 我真没想到 事情 要发展成这样子呀 没想到 你知不知道 她家里还有弟弟妹妹 需要上学 还有卧病在床的老母亲 她寒窗苦毒 将近二十年 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 找一份好的工作吗 而你的妹妹呢 凭着你的关系 不劳而获 你这样做 还有良心吗 王总 我真没想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那你的妹妹呢 想什么了 就想着不劳而获了 王总 其实我妹妹她那个人挺聪明的 就是玩心大了点而已 行经理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呀 原来我们公司 还有你这样的人才 赶紧带着你的妹妹 离开我公司 我们公司 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 王总 你开除她就行了 你开除我干嘛呀 我还上有老虾有小 你开除了我 我怎么生活呀 我这也挺可怜的 你可怜 她不可怜吗 就因为你的一个失误 她每天只能在这里干着最伤 最累 最苦的活 赶紧给我收拾你的东西 走人 过 过 小致 让你受委屈了 都是因为我这些年 对公司管理的疏忽 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不过呀 我相信 是金子 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老板 应该说谢谢的人 是我 要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 在这里要扫多久的地呢 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不用谢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我这里呢 有些钱 你拿着 不不不 老板 这我怎么能要呢 您让我成冤得雪 我们已经很感谢您了 你就拿着吧 这些就当是公司 对你的补偿了 而且你现在家里 正是用钱的时候 谢谢老板 谢谢您 你回去 收拾一下东西 到新的岗位入职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个臭乞丐 把钱给我 我不知道呀 我没乱你的钱 你没拿 你没拿谁拿的 你给我来吧 你 哎老板 你的包包拿了 谢谢你啊 大姐 不客气 出手 你这样做 有必要吗 你是谁呀 你家住海边啊 管这么宽 姑娘 我们走 哎 站住 今天不把钱给我 你们谁都别想走 她欠你多少钱 一万 好 我给你 我给你 站住 你的事解决了 那大姐的事呢 大姐 她刚刚怎么打的你 你打回去 老板 算了 谢谢你 我就不打她 海夫快滚 大姐 你这样会吃亏的呀 没事的老板 吃亏是福 但愿我吃的这个亏 可以找回我的妹妹 我是从江西过来的 这次来 就是来找我妹妹的 我妹妹她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了 但是 她每个月都会给我打钱 我是送着她给我打钱的地址 找过来的 原来是这样啊 我和我老婆也是江西的 你要不来我们家帮我打打杂 然后我们也可以帮你一起找你的妹妹 真的吗 谢谢你老板 谢谢 那我们走吧 老公 我回来了 哎 姐 你怎么在这呀 少凡 你怎么在这 妹 三年了 姐可算找到你了 哎呀 姐 你怎么在这呀 既然你来了 你现在也看到了 我过得很好 你赶紧走吧 不 我不走 姐要留下了 好好照顾你 哎呀 姐 你就见不得我好吗 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 你非要过来打扰我 姐 小时候咱家就因为家里穷 我遭受了多少白眼 遭受了多少成效 你忘了吗 姐 现在我老板 你现在我长大了 现在我长大了 我不想因为穷再失去我现在拥有的一切了 我穷怕了 少凡 你现在怎么能变成这样 我回来了 我找到我妹妹了 我想搬出去 跟她一起住 我怕再把她弄丢了 这些日子 麻烦你了 我看见这个小姑娘 她人挺好的 以后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好好过日子 我有事先走了 等一下 姐 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少凡 你是觉得咱姐给你丢人了吗 老公 我错了 你不应该跟我说对不起 你应该说对不起的人 是你姐 在你小的时候 她把所有吃的 喝的 最好的东西 都给了你 就连上学的机会 也给了你 她一个人在农村的时候 有多不容易 你知道吗 她在外面找你的时候 路上被人欺负 她要觉得丢人吗 少凡 我告诉你 人活一世 不懂得孝顺 那才叫愚蠢 你整整骗了我三年 说你家里没有任何亲人了 你还是个人吗 姐 我错了 你是我最亲近的人 而我 我却肆无忌惮地伤害你 我知道错了 姐 妹 姐不怪你 俗话说得好 长姐如母 只要你们过得好 就算姐再苦再累 也是值得的 我相信 爸妈他们 也会高兴的 姐呀 就放心了 姐 妹 你过着光红人 初衷不惯 谁也让心不老 在那些梦探索 远藏 我给你这期间活摆nos 我 İş事实验的 葡萄 我感到你这期间活摆我